不晓得我们上礼拜 看完马丁路德的灵性教导 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灵性教导的特点 或者说缺点 或者在整个马丁路德的神学教义当中 你又发现一个空缺的地方在哪里 但我们发现其实马丁路德的优点是最重要强调什么 一心称意神的恩典 生命爱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在他整个的教导当中 包括他的教义神学当中 他最怕提到一个字 律法 甚至在他所教导的五大围读当中 他强调的围读福音 不要跟我讲律法 当然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 就是特别要学习他所说的 Gospel and law distinction 你要好好做一个真正的神学家的话 你一定要懂得分开 福音跟律法 把这两个东西分开 当律法让你知罪 把你光照待在耶稣的面前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目的唯一就是基督 所以当你信了基督之后 律法都没有功用 不要再跟我谈律法 甚至马丁路德常常引《加拿大书》《罗马书》 我对律法已经死了 我脱离了律法 在他的教导当中 包括他的灵性生命的教导当中 你发现很少提律法这个字 所以不知不觉 很多的路德中的弟兄姊妹 就不知道律法 不管律法 甚至觉得律法根本没有用的 不需要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 这个有外我们的字句 律法已经钉在石下上了 律法一笔勾效了 不需要管律法 甚至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凭爱心就可以 讲得很抽象 没有一个客观的律法标准 定名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们不讲解讨 不知道律法 所以的确让路德会 不少的弟兄姊妹 不知不觉 落在反律法主义里面 anti 那么的义里面的反律法主义里面 甚至生活 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 不行 所以他在开始写了一个叫 大药里温达 Large Catechism 开始把石头界面 列在前面 但他讲的也不多 他只讲主导文 讲别的东西 到今天路德中的教会 的确在行为方面 是比较软弱的 因为太过高决 呼应 信 跟恩典 所以到了 加尔文是第二代的改教家 当我们好好了解 加尔文的时候 发现他的灵性教导 他非常重视律法与圣洁 圣洁的律法 圣洁的生活 是要透过你 谨守遵行神的诫命 律例典章 很具体的 对石头诫命教导 都非常清楚 每一条律法 都讲解得非常清楚 所以 改革中的道统 长老会的道统 特别当你研究 清教徒神学的时候 到了十七世纪 很多的清教徒的牧师 神学家 一本书厚厚的 都写十条诫命 单单解释十条诫命 都写一本厚厚的书 Ten Commandments 非常注意神的 诫命 神的律法 特别是十条诫命 叫做道德律法 非常重视 所以解释 加尔文的灵修神学 关乎灵命 生活的一个重点 你要认识神的地方 认识神 所以在他的 基督教教义的 book 1 第一章 开中明义 讲了两句话 你们回去好好去看 他的 Christian Institute 就叫要义 或者叫做 Institute of Religion 就叫要义 他在第一章 第一节里面 讲了两句 非常重要的话 可以说为他整个 基督教的信仰 把重点 讲出来了 这两句话 翻成英文 因为他原来第一版是法文 后来是有拉丁文 那么第一句话 Without knowledge of self 看到吗 在我们讲语上面有 Without knowledge of self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God 第二句 更重要的话 Without knowledge of God There is no knowledge of self 假如你不真正地认识自己 你没有办法真正地认识神 第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 就是表明了 律法的总结 就是基督 罗马书第十章 因为律法叫你什么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是个罪人 你真的认识自己 如同耶稣在登山保序里面 所说的贫穷的人 你真的认识自己 是一个贫穷的人 什么贫穷啊 不是指到在金钱上贫穷啊 原文 是指到什么 poor in spirit 你的生命道德 穷到一个地步 完全道德破产 不能再靠律法 不能靠行为 不能靠功德 完全贫穷 打不到神的标准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当你真的认识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认识基督 需要他的生命 这样天国才是什么 他们的 所以 所以 教文 第一句话 就让我们 要认识自己 这个认识神 可以 认识自己 可以说是 一生的一个道路 我们一同翻到 和西亚书第六章第三节 我们先不要看和西亚书 我们先看 陆教征十八章 然后再看和西亚书 陆教征十八章十三节 你看看这个税吏的祷告 表达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一同来读 十八章十三节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看到这个税吏 他认识自己 他真的认识自己 这个可怜的罪人 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神的恩典和赦免 他认识自己 看到吗 反而那个 文师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他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 他只是认识自己表面的行为 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 败坏到一个极点 是个可怜的罪人 不认识自己 不认识神 要关于认识神的教导 我们翻到和西亚书 第六章第三节 和西亚书第六章第三节 好 印度来 我们无要认识也好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去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鸡鱼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节者圣经是加尔文最喜欢的一节圣经 因为整个的重点就是讲到 Knowing God 还记得20世纪的一位清教徒 20世纪还有清教徒 巴克 J.I. Packer 读过他的书吗 他是20世纪的清教徒 因为他整个的生命的领受 教导传承清教徒的资料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 Knowing God 因为从加尔文一开始 他就抓到这个focus 我们基督徒从没有信主到信主 我们一生都要抓住这两个重点 这两个焦点 Knowing God Knowing Self 甚至呢 你的一生呢 都在走这个Knowing Cycle 改革宗的教会非常重视 你的理性 对神的认知 不是只是 要能够静观神 等候神 到控一切 心里默默无声 不走这个密气派这种路的 注重什么 Knowing 要从神的圣言 神的话语 在你生命的经历当中 去认识神 经历神 有应该 认识神 圣洁的律法 认识神的俗信 你的一生 不断地 从开始 没有信主之前 认识自己 看到自己的贫穷 软弱 这个可怜的罪 立志 行善 有多过 行出来 有不中 所以你就 可以认识神 经历 他的救恩 他的赦免 他的赎罪 当你信了主之后 你的一生 还是要透过 神的圣言 更多的 不断地认识他 认识他的 俗信 他的旨意 他的恩 他的信实 他的公义 他的命令 他的福音的大使命 他的文化的大使命 所以当这些神的话语 让你更多地认识 神的自己 神的俗信 跟神的命令的时候 你都发现 你自己什么 还是不够 还是亏欠 每次被神的话语来光照 你就更愿意 向着标杆 来直跑 所以你的一生 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 就是认识神 在神的圣洁的光中 不断地被光照 可能你觉得 原来没有什么 大的这个缺点 说说这个白色放言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越来越认识 神的圣洁跟信实 发现其实白色放言 也不能随便讲 会发现 不够 不够 不断地愿意被神的话语 来光照 来改变 更认识自己 真的不够 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老油条 不是一讲道 一讲前面 我就知道尾巴了 我就猜得出来了 都是讲节套 不要变得老油条 让我们真的是 不断地认识神 越认识自己 的骄傲 致富 老我的败坏 老我的诡诈 更看着自己 真的是靠恩才能站立的主 一离开主 没有好好操练力在生活 没有好好住在主里面 好好住在 回家再拣手指甲吧 不要再接着搞 这个指甲先不用搞 你在动什么 对对对 头指痛吗 不用搞 回去再搞了 怎么都不用碰 OK 现在是上课 OK 不舒服的忍耐一下 OK 然后每个人都跟你搞 我头痛 我在这里坐一坐 我这个脚指痛 Don't do that It's a class It's a very serious class OK Don't touch your finger 回去慢慢秀你的指甲 不要再接你上课 秀指甲 OK 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毕业 这种的学习态度 今天假如你在总统面前听演讲 你会这样弄吗 今天是神跟你说话 OK 不要别人同学在上课里在那边摸手指 别人做笔记的来不及了 你怎么毕业呢 也是必修课来的 我给你个F 你不能毕业 希望大家认真一点 对 神圈有恩典 但是神是圣洁的神 神有律法 神圈也有律法 所以颁布的一些要求 只要做不到的话 下学期就停选 OK 所以希望我们知道神有恩慈 也有公义跟圣洁 Don't take advantage of God's grace 上课 专心的上课 我很佩服清明 上礼拜拿着拐杖来上课 这就是学习 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这么复兴 弟兄姊妹付代价 这个乡村的教会 走路走五个小时 都要去聚会 不要因为小小的不舒服 不来上课 手指这个指甲长了一点 回家才弄嘛 为什么在上课拿着 那指甲倒在磨呢 Are you right? You right? 对不对? 对不对? Good,Thank you 痛的是回去忍受嘛 对不对 你早上的课八点钟 就上课上得很好 八点钟不弄 现在九点钟才弄 所以上课就好好上课 有什么不舒服 回去再处理 拜托 不要影响这个课程 耽误了我们五分钟 OK 好,所以 认识自己 才能够更多的 认识神 尽于神 你还记得 奥古斯丁 我们最上学期提的奥古斯丁 也有个上课口 你还记得吗 爱神 但是他用两个不同的字 还记得吗 attachment 跟detachment 记得吗 一生要更多 跟这个世界 detach 不要受太多世界的物质 情欲 一些世界的东西 所捆绑 所控制 the more you detach from the world the more you attach to God 所以 手指有点痛 detach 不要理他 你就好好决定上课就好了 懂吗 detach 跟attach 记得吗 一生要走这个detach 更attach the more you detach from yourself from the world the more you attach to God 你就更能够亲近神 更能够与神同心 更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这是奥古斯丁 所讲的 detach attach cycle 你发现奥古斯丁 比较 有这种的苦秀主义的味道 看到吗 要detach 世界的物质 世界的东西 尽量地分开 但是到了 加尔文 你就发现 比较重是什么 真理 在真理上 更多的认识 自己的软弱 更需要 需要改变的地方 然后才能够 更多的认识神 尽力神 那个重点味道 不一样了 懂吗 比较苦秀的味道 减少了 比较重视 在真理上 更多的 知道自己 认识自己 更多的 在圣经里面 知道神 认识神 尽力神 也就是他所强调的 Longing Cycle 这是第一个 他在灵性上 所教导的 第二 接吐人生 究竟 为了什么 是否像现在很多的成功神学 说的 爱信主 就是要得生命的丰富 得着各方面的成功 所谓成功神学 或者说 医治神学 信主就是要得医治 得帮助 得好处 究竟我们接吐信主之后 我们一生 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你觉得呢 做光做眼 很好 还有什么目标 与神合一 很好 这是密切派的味道 这个是社会运动的 这个社会复印的味道 很好 做光做眼 很好 要把爱活出来 很好 悔改 很好 常常认识到 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 颜雅讲得对了 教尔文 他领受 他读完整本圣经 他得到一个的结论 其实神的最高的心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要我们一生 glorify God glorify God 荣耀神 不是你得了更多的物质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在荣耀自己 你看 我很熟灵 我很爱主 你看神多祝福我 很多时候外面的东西都是 不知不觉在荣耀自己 哇 我见了一个十万人的教会 我的会议中有五百万在中国 不知不觉在什么 荣耀自己 表面上可能是很蒙福 很熟灵 很追求 但是假如你不是为了 荣耀神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所做的一切 所有的恩赐 不知不觉 就像撒旦的堕落一样 我要高抬自己 我要背敬拜 坐在神众山之上 很容易不知不觉 都在荣耀自己 假如你好好去研究 撒旦的堕落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 好好研究一下 亚当夏娃的堕落 你发现背后的原因 就是荣耀自己 你记得吗 在创世纪第三章 撒旦透过蛇 怎么引诱夏娃的 吃的时候 不一定死 你就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个如神就是什么 要自己做神 而且要自定善恶 这个知道其实在 希伯来的原文里面 更是有一个 自己定的味道 不以神所定的善为善 不以神所定的恶为恶 我喜欢怎么做 就怎么做 就叫自定善恶 你看世界所有的混乱 所有的战争 无论是夫妻 无论是父母跟孩子 无论是国家 与国家之间 都是因为 我喜欢怎么做 都怎么做 伊朗喜欢发射个 导弹 导弹 迷手 上礼拜发射出来了 美国就害怕了 以色列更害怕了 伊朗说我喜欢怎么做 都怎么做 我管你什么国际和平 我管你害怕不害怕 也是我的self-defense 我喜欢怎么做 都怎么做 也是我的主权 假如每个人都是想 我喜欢怎么做 都怎么做 这个世界一定会乱 每个人都要想自己 好能做事 要 Glorify himself 他自己得着尊重 要别人听他的 那这个事 叫永药之主 所以当你将来 有机会在教会里面 做了主任牧师的时候 要很小心 你的位置越高的时候 你越容易呢 不知不觉 自己做了事 要别人听你的 要会众听你的 会众不听你的话 你就 办教会吧 反正教会那么多 赶紧走 最近我在听到 一个牧师 用间的话 跟会友说 会友 跟我 违信 变成教网了 懂吗 你不习惯 你就走吧 不要留在街里 啰哩啰嗦的 不思啊 主任不思啊 要很小心的 喜欢怎么做都怎么做 自己好像做王 自己好像做神 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来喂养牧养 照管神的羊群 教会的奉献 不但自己拿薪水 师母也拿份薪水 当然 中国传统的教会 当然是 也需要调整一下 应该给师母一些的福利 但是过去中国的传统 也是很困难的 就是好像买一送一的 你说牧师 师母就是免费的 也是要帮忙盼房 照顾会友 以前我跟师母 我们牧会都是这样的 拿一份薪水 做两个人的功的 这也个是太过分 也应该给师母 有一些的福利 但是也有一些牧师 就觉得理所当然 牧师一份薪水 师母也一份薪水 因为中国现在生活越来越贵 物资怎么定都怎么定 会友不敢讲话 表面不敢讲话 话传到美国来了 你懂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什么 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在中国都知道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会友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表面他不讲 但是微信他就传了 传了传美国去了 懂吗 你这个牧师做的什么 敢会友的事情 传到王院长那边去了 懂吗 所以我们又非常小心 加尔文早就看到 人的这个传染败坏 加尔文真的是认识自己 认识到这个地步 他能够宣告人是全然败坏 totally deprided total deparity 所以也因为这个对人的 最新的认识 在教会里面 产生了长老会的check and balance 长老会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的权柄上面 是一个最平衡的一个做法 不是主人公司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有长老会平衡他的 所以清教徒他们有这个 教会的church government的 church balance的观念 带到美国的Massachusetts 建立美国政府的时候 杰批的清教徒 基本上是加尔文的这种 对人的认识 所以政府的government 基本上跟church government的结构 是类似的 check and balance 长老的时候从会中当中 透过祷告 弟兄姊妹提名选举出来 连主任牧师也是one of the elders 只是他叫做teaching elder 是在这个长老会里面 共同决定教会的重要事情 所以可以说是一种 半民主在长老会里面 人权跟神权平衡的 所以教会一个执事 弟兄姊妹提名出来 是需要长老会透过祷告来认同的 所以是人权跟神权平衡的 那么这种的check and balance的观念 带进了美国的重点 三权婚立 为什么要三权婚立 check and balance 上两个礼拜不是在中国有一个文章 是周强 周强说不需要三权婚立 就是西方的错误的民主思想 就是对人性完全否定 不认识人性的败坏 加尔文真的认识人性的败坏 你假如没有这个平衡的话 权柄带来败坏 绝对的权柄带来什么 绝对的败坏 所以我们感谢神整个美国政府的 这个political government 政治的这个government 治理是受惠于圣经的精神的角度 是印着清教徒 加尔文长老会 这个的神学思想 带来美国政府的这种民族结构 甚至假如我们在研究清教徒 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 蒙乐神学 不但是我们享受在神的恩典之约里面 每一个信主的人 其实都是要在神面前 进入那个与神立约的关系 甚至你进入教会也要跟教会立约 不可以随随便便 也不奉献 也不侍奉 也不读经 也不祷告 也不传福音 不行的 你进入教会 卖身给教会的 你在那边收洗 你卖身给那个教会 还有签约的 我一生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要怎么爱主 侍奉主 实义奉献 传福音 都要签约的 你以为可以换教会 不能 你卖身给教会 你卖身的给耶稣 要叫Church Covenant 听说吗 Church Covenant 再来建立的教会 看看敢不敢 会友 早期的清朝徒的教会 也有一些教会这样做的 叫Church Covenant 你受洗的时候呢 你要Agree 你要算告 跟神立约 跟教会立约 爱教会 然后愿意 不停止聚会 守时宜奉献 都要在神跟教会当中立约的 那么严格的 这个约 Coverment 也翻的英文是Federal 所以美国的Federal Government 代表性 人帮的这个政府 其实很多的观念 是从圣经 从这个教会里面 吸收 建立出来的 那我的博士论文 是专门研究这个 你们有兴趣呢 可以看看我的博士论文 这个盟约 如何影响到美国的 Federal Government的成立 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 美国的这个稳定的国家 这种三权婚立的国家 是偶然 人自己的智慧 发明出来的 是圣经的启示出来的 从你好好研究 我们下学期 可能在恰恰学期以后 会专门研究历史神学 我们就会花多一点时间 研究 加尔文的长老会的 Church Government 哇 你就发现 真的是民主 半民主 我说半民主 就是他强调人权跟神权 不上进行会 就绝对的民主 又不行了 会有每个月开会有大会 一表决 就会把牧师赶走的 那个会员大会 每个月的会员大会 权柄那么大的 不需要去 有这个长老会 祷告求问神 神的引导印证 不需要的 投票 就决定一切 这很多人在进行会里面 很难做牧师 常常换牧师 因为会有 他们在下面一串联 一讲好 一开会就把你赶走 所以很难很难在进行会 好 所以解释 教尔文特别提出 这个荣耀神的一个的 基督徒的一生最重要的目标 那你发现这个目标 到了英国17世纪的清教徒 好好去读一下 Westminster Catechism 除了西米斯的信仰告白 同时他们也出了一个叫做 Westminster Catechism 上网去查查看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我就 每个礼拜就用这个 要理问答 来教育我的孩子 站在里面有机会 也可以参考他结本的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很有意思 第一题的问题 他就问同样 下来文首问的 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你记得吗? 我们有上过历史神学的 to enjoy God 你想不到清教徒 讲得那么合乎人情的一个话 大家都觉得清教徒是很严肃的 不去言笑的 生活很简朴的 就是很紧张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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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原来清教徒是很懂得生活享受的 很重视婚姻儿女的生活 因为在他们的教导当中 第一句话 enjoy God 你要享受神 并神所创造的一切 自然的恩典 该去度个假 打个高尔夫球 就回去打 该去海边看看风景 吃个 Will Peters Buffet 每个礼拜要去补一补 要享受神的恩典 夫妻的谈心 家庭生活 儿女的沟通 成路要多跟孩子 跟太太多沟通 对 不能今天一回到家 就读经祷告 就是写报告 不行的 要享受神的恩典 要享受神给你的恩典 家庭的恩典 孩子的恩典 物质都丰富 美国那么漂亮 很多的国家公园 你去了几个 要去啊 毕业之前 最少 Yosemite要去 我每年都跟师母去那边 太美丽 太伟大了 哇 这个神的那个 这个自然界 这个风景的创造 哇 这个Gracia 那个冰河 如何把那个山 切得那么漂亮 那么的宏伟 要懂得去 Enjoy God 不要来了美国 神学院的神学没学好 进了宝山空手会 然后美国的国家公园 也没去过 北加州最有名的 17 mile也没去看过 然后Monterey也没去看过 进宝山空手会 特别我提醒你们毕业生 未来节一个学期 我们丰收的三大意象 三大真理的 焦点 一定要好好抓到 认识天赋 什么 拣选的主权 也是加尔文跟马丁路德的 改革中改教神学的重点 神的主权 让你有得救的安息 得救的感恩 得救的谦卑 得救的平安 这是我们中国教会 最需要的真理 虽然你的教会的领袖 领袖不一样 当然领袖不一样 因为他只读圣经 而且我们河尔本圣经 很多地方是犯错的 所以他一定会读错的 恐惧占尽做成得救的功夫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得救的缺据呢 按他所领受的完全安明念的神学 翻错了嘛河尔本 懂吗 哎呀你刚刚上课就搞不清楚 所以那个做成原文是work out 再讲一遍 因为这个太重要 原文是work out 不是work for 把你得救的恩典锻炼出来 给人看到基督徒的美德 这个手气多美丽 腹肌没有肚子 多漂亮 就是要把这个基督徒的美德 基督徒的丰富的恩典锻炼出来 要透过独行祷告 行道锻炼出来 要付代价的 我这终于下了决心 join那个club 我们那边的club真的便宜 一个月二十块 各样的锻炼 最漂亮的是那个游泳池 我现在一去呢 一定有十二趟 一 二 三 四 连续有十二趟 一个flap 一个就是一趟 我一定有十二趟 然后再到steam room 然后再到san了 哇 真的是 出来之后好像整个轻飘飘 每个的细胞好像都很有养分 很有 不一样啊 你觉得你的身体不一样啊 要锻炼啊 要付代价 哇 游的时候 游到最后几个lap 真的没力气了 哇 咬紧牙关 锻炼是要付代价的 no pain no gain 要锻炼了 所以不是work for your salvation 是work out your salvation 不是做成啊 要做出啊 原本是做出来的意思 第二个我们丰收最重要的意象 是什么 认识耶稣 内在的 内住的勇美 假如你毕业之前 还没有深圳的经历 什么叫内在生活 等候神的那个荣耀 真实 耶稣基督在里面的那个荣光 显现 教官同在的丰满 你不算是丰收的学生 第一节是我们的意象 内在生活的经历跟财力 我们发了两个学习 讲灵修圣学 就是希望把这个道统 带进你的生命里面 假如你还没有经历的话 只知道一点点 你是进了宝山空手会 真的 你进来跟出去差不多 还是带着你原来的 那个系统的包袱回去 白读了 那么辛苦在地上 读书打工 结果还是带着原来的包袱回去 那你 你不敢不同 什么都是怪怪好 对 No 要认识我们原来的农村教会的限制 连一本道统的参考书都没有了 什么叫马丁路德改教五大定律 没听过 什么叫加尔文的律法第三公路 没听过 唯独圣经 只读圣经 但是很可惜 我们的和本圣经 很多地方犯错的 懂吗 再加上我们的人文主义 人定圣天 原来共产主义的教导 所以都是用自我中心来读圣经 人定圣天 是我拣选神 不是神拣选我 包括四定律那个小车子也搞错了 两个圆圈你要拣谁 从一开始就以为是我们拣 其实按照马丁路德的真理的领受 阿古斯丁真理的传承 你所以能够正确的认识神 是圣灵在你里面先动工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的领导 这两个圆圈你永远算不对的 永远都是算我 我我 认识耶稣基督内住的永远 最重要的 你的侍奉战略有没有果效 在乎第三点 认识圣灵 恩赐的大郎 好好毕业之前进食祷告 直到你被圣灵充满 方言 悟性祷告 各人恩赐的教官 知识言语 智慧言语 手安病人 病得医治 最少九大恩赐 神啊你不给我一样 我都不毕业 我都死在这里 要这样决心 我们一个校友 严家兰 有人还记得他 他没有经历圣灵充满 他很可恶 他一直可恶 但是就是没有经历 没有得到 有一次在这里祷告 圣灵充满 就叫管他 他说讲方言 简直一天了 不能 一直讲 讲到睡觉都讲方言 整个的生命侍奉 完全不同 带着恩赐全民能力 他现在上两个月 记得我一张照片 教会五六十人 团体照片 本来都快关门了 那个小教会 剩下十几人 全家五六十人 哈利路雅 记得严家兰吗 讲到有恩赐 又加上圣灵的恩告 不得了 不要尽宝山空手回 你原来所定的目标 不一定是神的目标 神学院这些三大意象 要成为你的目标 不要整天活在你的过去 现在神把你放在这里 进了宝山 空手回 因为你还在活在过去 没有活在现在 现在很快都过去了 一年一个学期 你还在那边 叹息过去的伟大 想当年我怎么样 没有想当年的了 想现在吧 现在神给你这个学习的位置 跟角色好好扮演你 现在应该扮演的角色 过去 然后过去 未来不知道 现在是最真实的 好好把该学的功课学好 好好努力的 不要学我们某一个校友 哎呀 不过学他也不错 每过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就来问一个问题 昨天吴姐又来问一个问题 究竟救恩 有没有包括医职的恩典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三个讲过了嘛 在这个圣灵神学 但好像没听进去 有些真理 因为我们有成见 听第一次好像听不进去的 讲第二次也听不进去 到毕业才想 究竟因他的边上我得到医治 真的吗 一个边上就是耶稣基督 在释迦时候的边上 究竟十下的救赎 有没有包括医治的恩典呢 我现在耶稣是否 病都可以得医治呢 好像A.B. Simpson所说的呢 救赎包括医治的恩典 所以你有病不要看医生 你看医生表示你信心不够 你对十下的信心不够 因为十下包括了医治的恩典 这种讲法对吗 对了 不对了 但是我们的毕业生到现在 到幕会了 会有问到他这个问题 对了 应该是怎么呢 又来问我Email了 我又要回Email 上课不好好听 毕业经历来问问题 也好 最少他愿意问问题 所以你们毕业之后 愿意讲是open 有问题还是欢迎你问 因为你一个问 表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我现在都是用群 所有人都回答一遍 不要再问同样的笨问题 不是笨问题 是好问题 但是讲过了还不懂 就是笨问题了 OK Glorify God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 我们一种发到 观念头前书 第十章三十一节 哇 一讲课 这个圣灵大教官 全身发热 不行 所以师母常常问我 你讲课累不累 我说 哎呀 奇怪 讲课绝对不累 你讲完课剩一句 将来你们 在教会里面 无论是教课也好 教主学也好 讲道也好 要像这样 懂吗 不要觉得讲道 哎呀 是个累的差事 讲课讲我好累 假如你讲完道跟讲课 觉得很累 表示你有问题 因为 你被神用的时候 你的讲道跟讲课 是被圣灵充满的 懂吗 你自己觉得 哇 这个活水降河中 你生命涌流出来 假如你是挤牙膏的 站在讲台上 你就下台就算了 哪有神的先知 没话讲的 懂吗 懂吗 你要越讲越兴奋 然后为什么流通牧师 能够把教会 从四五十人 二十年前 到现在三千多人 你去看看流通牧师的讲道 站上去 哇 so energizing 充满了那种的passion 那种的活水江河 那种的讨战 那种的能力 那种的恩高 所以我们吴章老在那边 聚会了十几年 每次聚会 不会像上课一样打瞌睡 因为他听我的听太多了 他听流通牧师 他眼睛就亮起来了 懂吗 懂吗 仗来你要站讲台 带领教会 要像这样 懂吗 不会觉得 讲道 讲课很累 讲完好累 什么都没有 应该不累的 你们 传福音 救灵魂 怎么会累 很兴奋的 懂吗 把神的圣言 神的信息 带出来 你是很兴奋的 懂吗 你同样做神学院 学神的话 应该很兴奋的 不应该上课 会打瞌睡的 懂吗 假如打瞌睡 一定是有两个问题 一定是老师有问题 假如老师没问题 就一定是你有问题 懂吗 不应该上课打瞌睡的 懂吗 站在你们幕会 假如你讲道的时候 会有人在那边钓鱼 简单举起去 手表的话 就表示 不是你有问题 就是他有问题 一定是你的讲道 都是重复的 都是讲以前的 不然就是 讲章没有预备好 然后戒不下去 就要重复前面哪一段 很多牧师都是这样 没有预备好讲章 讲不下去的时候 又重复他前面所讲的 那段的东西 我华生一毕业 去到香港 做传道 有很大的教会 主任牧师是个老牧师 哎呀 我真的是很抱歉 他每次一讲道 我真的是没办法 我就一定会睡觉 因为他每次讲 做同样的道 所以有一次主任牧师 来找我算账了 王传道 为什么每次讲道 你在里面睡觉 我找不上 他每次讲同样的道 都是讲旧恩 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 我只有说 哎呀 那个牧师对不起了 礼拜五晚上 因为领聚会领得很晚 回到家都十二点了 所以早上五点多 六点要出门 所以早上比较累了 对不起了 我能跟他讲说 你的道不行吗 我哪里敢讲 对不对 主任牧师 千万千万不要讲重复的道 无道可讲 假如会众睡觉 不是牧师的问题 就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就是牧师的问题 OK 所以是他的问题 但也是我的软弱 假如他讲得精彩一点 就好一点 我就不会睡 每次我实在受不了 好 所以 我们一同翻到 《光临多全书》第十章 在这儿拍完 我们的毕业生 好好认真的学习 你们马上要上战场了 玩真的 你的功夫如何 会众的眼睛 耳朵是非常清楚的 听你讲一次道 就知道这个牧师的精量多少 你能不能带领他们 你的灵命 你的领受 你的恩赐 你的生命 都要在他们之前 特别现在 资讯爆炸 你讲的道 假如没有神的信息跟亮光 他上网去听 你在大牧师的讲道 比听你的好 我为什么没有发誓这样 你听你的讲道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儿 二十一级做牧师 我们的讨战 比任何时代都厉害 有个牧师 他每个礼拜的讲章 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被会友上网查到 牧师 怎么你的讲章 跟Rick Warren的讲章 每个礼拜一样 赶他走 你可以上网去抄 但是迟早会被人发现的 你懂吗 你的那个结构 跟这个Rick Warren的结构 那么像的 讲道的一月三第三点 就是很 上一场 怎么每个礼拜 连题目跟Rick Warren都一样 大家知道Rick Warren吗 这个标杆人生的作者 一定要看他这条门书 标杆教会跟标杆人生 一定要读的这条门书 真的写得很棒很棒 他的讲道 每个礼拜都上网会查到 Deck Burnell 以前 周神柱 这个大牧师 你一上网就查 都是有的听懂 但是 走的夜路多 这样会什么 碰到鬼了 你常常照片的讲章 会友会查得到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 读经 祷告 修信息 神给你感动了一个题目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别人的一些的材料 但是 整个的中心信息 是你自己真的在祷告 写讲章的时候 一字一句 圣灵感动你的 自己写下来的 不要在神学院里面 做学生之后 写报告就是 东抄西抄 Copy and paste 最近有些同学 老师们已经发现 退回去 Copy and paste 退回去 然后在别的神学院 马上就要求你退学了 Pagealism 最近不是在台湾 台大 这些教授 发现他们的博士论文 都是超便的吗 在中国也是啊 北大人 也发现一大堆 博士论文 都是东抄西抄的 你抄别人可以 要有quotation 是从哪里引出来的 你不然不能把别人的句子 当成你的句子 你要quotation 在哪里抄出来 然后要加上自己的看法 跟想法 不能够天下文章一大抄 这个不对的 所以 盼望我们真的 鼓励毕业生 马上要毕业上战场 剩下的一个学期 不懂的问题 不要 等到毕业才来问我 实在太累了 现在上课就一起问 一起来回答 好 我们说要看 观众全说第十章 一直还没读过去 我们看第十章三十一节 好 一同来三十一节 都要为什么 荣耀神而行 Glorify God 你记得我上一个礼拜讲到 几年前带着一些神学生 办实施教会 一个信主的人 叫TC Lee 王生记得了 他做见证 你知道他 我带他在教会 谈了两个小时 解答他很多的信仰难题 带他做个绝世祷告 跟着一个礼拜 你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他后来在受洗之前 跟我做见证 他说他每天早上 都去游泳 结果 他跟我祷告完之后 过了第二天 他去游泳 游到游泳池的一半 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 他说 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 用中文跟他说 你要拥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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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三次 他说那个声音 清楚得不得了 他游到一半 差不多震撼到 沉到水里面 我不动 因为他停了 那个声音太清楚了 你要荣耀我 你要荣耀我 而且他根本是一个木道友 刚刚信主 还没有读到 过年多前书第十章 一个弯邦人 怎么懂得要荣耀神 连基督徒都搞不清楚 要荣耀神 居然说 在他的词汇当中 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 没有荣耀神 这三个字 结果那么清楚 神刚才讲了三次 这个就是加尔文 一生所追求 所教导的 要荣耀神 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耶稣责备那些人说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虽然奉我的名 传到一边赶鬼 我不认识你们 肯定决策是基督徒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的领袖 所做的工作 所追求的是什么 荣耀之学 也是我的山头 你不要碰 什么东西都是 要为我们教会的发展 我们教会的泰拳施工 是我们 别的教会 你不要跑来 别的教会有什么好趣 你也不要跑去 免得羊被偷了 羊是我的 荣耀神 有这样的传道 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影响 解释人 我不认识他们 虽然他们奉主的名 传到一边赶鬼 我跟他们没有亲密的关系 他们不能在神的国度里面 做得胜者 不能进神的国 这个国是指导 清醒来的国度 所以耶稣很多的讲论 耶稣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解释 但是当你看别的经文 你就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 不是讲到不得救的人 得救的 甚至是传道人 假如他们所做的 是为了荣耀自己 不是真正的遵循天父的旨意 去荣耀神的话 耶稣责备他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 加尔文在他的 这本书里面 这个《基督教教义》里面 有很多的讲论 那么特别 讲到 the prime motive 我们这个 of his existence 讲到这个基督徒 他存在的最重要的热心 就是 to illustrate 就彰显表明出神的荣耀 the glory of God for we are born first for all for God and not for ourselves 不是 我们的生存 不是为了自己 一切受造之物 都是为了荣耀神 一切都本于他 依靠他 而归于他 假如你 失去了这个中心 你一生所走的道路 假如 不是以这种focus 都会失落 就好像月亮 永远是 唯有着地球 地球永远是 唯有太阳 太阳就是地球的中心 神就是我们 生命的中心 荣耀神就是 这个中心 假如你不造的 这个中心 你就会 飘出去的 无论你有 多大的恩赐 多大的成就 最后还是会堕落 敬拜的天使 Archangel 天使长 管着神圣上的敬拜 多荣耀 但当他看到 神做接受的荣耀 颂赞的时候 他也觉得 我也要接受 这样的荣耀 他要变成神 要荣耀自己 无论你多高 还是会堕落下来 所以 解释我们 做传道人 一生 要特别小心 要注意的 Glorify God 但是不要忘了 你真正能够 荣耀神 你要懂得去享受 他一切的丰富 跟恩典 Enjoy God and glorify God 不要做传道人 做基督徒 好像苦兮兮的 苦哈哈的 不能够享受神 自然界的丰富的恩典 这样也不荣耀神 对 可能我们现在 做神学生 传道的开始的时候 在物质各方面 很艰难 但是 假如你是真的 忠心地侍奉神 神一定会让你在 物质各方面 越来越丰富 可以什么 荣耀神 绝对不会有一个 爱主的传道人 到了晚年的时候 重蹈 三餐 不困难 我看了那么多 传道人 他们爱主的 忠心事奉的 不是儿女 是PhD 做教授 做医生 虽然她可能 没有太大的 saving 但是儿女都很孝顺 也是爱主的传道人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艰难贫穷 神都在各方面 祝福他们 特别你们 常能看到楼下 那个田雅各老母书 写的书 他原来在上海 施奉镇 然后晚年的时候 他要把他一生的经历 写成书 写了好多书 写得很好 都是生命的教导 解禁特别好 他老人家就住在 以前常常给我们 教旧约的 我们旧约的课 都是他来教的 他真的是 这是晚年有见证 身体从来不生病的 九十几岁 到最后是 平平安安 在他的住所里面 被主借去了 没病没痛的 九十几岁被主借去了 身体好得不得了的 距离以前常常照顾 就是帮他带他去买菜 怎么样的 帮他出版他的书 很有见证 他的妻子离开了很多年 但是就是单身 自己照顾自己 不再结婚几十年 很有生命的见证 无灾无病无痛 平平安安的被主借去 羡慕这种恩典 神真的是让他就见证 像我的老院长九十九岁 九十九岁被主借去 但是他还是一个人 住在家里 自己照顾自己 前一个礼拜还去讲道 九十九岁 头脑清楚都不得了 他过去之前几年 我去看他老人家 那时候他师母生病 你知道他老人家 多爱他师母 他说伟成 今天我不能陪你出去吃饭 这个钱我奉献 你们几个同学出去吃饭 我说为什么 阿院长 我在进食堂 原进食了一个礼拜 为师母的身体进食 爱他的师母 为他师母进食堂 祖神医治他的师母 他的师母 好像也是活到九十几岁过去 那老人家很有生命的见证 懂吗 好好的享受神各样的恩典 在神的丰富当中 可以为神做见证 荣耀神 不要越传道 越艰难 越艰苦 不会的 神给我们的路是越走越广的 Amen 只要你好好先求 神的果跟神的意 耶稣那么清楚的应许 你所需要的什么 神会加给你们 我在台大毕业 一分钱都没有 很记住神的服装 按照当时 我很多同班同学 觉得这个王伟成是傻傻的 这么一毕业 已经有offer 去亚拉伯盖发电厂 你不要这个offer Tofor也考过了 也不去美国读电机硕士 跑到神学院里去 而且刚刚毕业 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华晨毕业 结婚 然后在香港事奉了两年 然后再到Westminster再读神学 一年差不多要用六万美金 然后再读神学博士 读了五年多 总共花了二十五万 这些钱不是我的社会 我没有存款的 我连回香港住 假如我母亲没有给我买那个apartment 我就睡马路的 你当时的薪水 根本连租一个房子都租不起的 真的是神的歧视 只要你真的 先求神的果跟神的意义 我告诉你 你所摆上的 就如同亚伯拉罕把他的 以撒摆上 原文 也滑以乐 这个原文是神看见的 我告诉你 你所摆上的神是看见的 神是会被感动的 哇 这个孩子那么地爱我 什么都不要了 就是为了回应我的呼召 你说神怎么可能不带领你 所以我感谢神从1982年华晨毕业到现在 从79年台大毕业进入华晨三年 82年回香港侍奉两年 然后82年侍奉两年到84年 84年我就来美国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去读神学 单身来的开始的时候 但是真的数算 这三十多年的恩典 神是分出来的 金钱物质对神来说 是最小的事情 真的 最难是 神要你有个爱主的心 这个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 神要你有个先求 他的果跟神的意 其他神都是好搞 最难搞就是你 就像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基石更胜吗 这个才是难得 你不要去担心外面的东西 你真的好好爱主 先求他的果跟他的意 不要求什么外面的东西 什么美国梦 别的都是假的 你得了美国梦 但是你失去了神的旨意 你到最后 好 你拿到绿卡 等了十年 说我老了一半 再申请到公民 又怎么样 这些都是世人所要的东西 没用的 但神假如要你留下来 牧养越来越多中国的移民 基督徒在这边 你顺服 但是不是为了美国梦 是为了神的国度 懂吗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动机搞清楚 否则 你浪费了你的生命 你以为你赢了 其实你是输了 好吧 你要走你自己的路 你就自己负责吧 假如你要走神的路 神是绝对负责的 不可能越走越艰难了 去看看赵云金牧师的传记吧 当初穷学生 穷神学生 连学费都付不出来 谁帮他付学费的 谁帮他付学费的 知道吗 他岳母 是他同学 吹子诗 哇他岳母就有眼光 看到这个年轻人是可笑之财 不但帮他付学费 还把女儿嫁给他 穷小子 什么都没有 他有个单纯爱耶稣的心 看到这个年轻人 今天安慰他 不是 祷告怎么讲啊 Cansamita 怎么样 哇他这个年轻人 今天拼命祷告的 哇 上课很认真的 我女儿要讲 神都有预备的 懂吗 你爱主人都看到了 神看不到 神是 版本不是这个样 不是这样 我是第二个版本的 以后再听听 金冻贤的版本 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 但是没错 崔几时是他同学吧 对 对 所以是他同学 我记得是他帮助他的生活 他反对他女人 这样严重 反对他 这个搞错了 OK 这个修正一下 再读清楚他的传记 好 我们下课了 反正到最后 神就为他预备 他这个事务 他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课了